大手笔镀金 NASA揭露新一代太空望远镜 这是工程师们首次向大众宣布 大量的镀金镜 这将会是新一代太空望远镜的核心 维伯太空望远镜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接班人 当它在2018年发射后 将会是有史以来被送进太空最大的镜子 组成为伯太空望远镜主要镜片的每一片六角镜 都是用超轻量的皮制成并且度有气化晶 这一层镀金能提高主要镜片的红外线反射率 新望远镜将由18片镜片组成 直径6.5公尺 而哈勃太空望远镜主要镜片的直径则是2.4公尺 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体积大约等于一部校车 而维伯太空望远镜的体积则接近一座网球场 哈勃太空望远镜目前绕着地球运行 新的望远镜则会在1500万公里外的第二拉格朗日点 跟着地球绕行太阳 这距离能让维伯太空望远镜不被辐射损坏 也不被它自己的红外线干扰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将会用新的望远镜 来捕捉超过1350亿年前 最早出现在宇宙中的星系的影像 下集中的星系的影像